欢迎和感谢大家来到我的视频 我是百合博士 在以前减肥系列视频的第一期里 我们了解到体格指数BMI 可以用来针断肥胖 从第二期视频里我们知道 脂肪细胞可以产生的瘦素 有抑制食欲的功能 但它的功能也可以因不良的生活习惯而受影响 这些信息都会帮助我们理解肥胖 但也有可能导致我们误解脂肪的储存都不利于健康 而因此弹指色变 就像强调新鲜食物的重要的同时 会忘记保存食品在特殊时期和特殊环境下 恰恰是我们可以赖以生存的资源 体内的能量过剩 的确是会有一部分以体脂肪的形式储存 但是根据脂肪储存的部位形成的肥胖又被分为两种 一种是内脏脂肪型肥胖 另一种是皮下脂肪型肥胖 医学研究发现 内脏脂肪过度续集 是糖尿病 脂肢异常症 高血压 脂肪肝 以及动脉硬化 这些生活习惯病 发病的重要起因 但皮下脂肪的续集 并没有那么高的治病危险度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肥胖的概念 是指占肥胖病人中 95%的原发性肥胖 就是因为生活习惯而导致的肥胖 如果是由于一些代谢性疾病而引起的 是属于二次性肥胖 会在以后的其他视频中介绍 那如何来判断是内脏脂肪型 还是皮下脂肪型的肥胖呢 一般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体型分类法 就是通过测腰围来判定的 当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 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的时候 就判定为中心型肥胖 也叫上半身肥胖 也被叫做苹果型肥胖 当男性的腰围小于85厘米 女性的腰围小于90厘米的时候 就判定为墨烧型肥胖 也叫下半身肥胖 或者臀部型肥胖 也被叫做压力型肥胖 第二种方法是腹部CT检查法 当内脏脂肪的面积 大于等于100平方厘米的时候 就判定为内脏脂肪型肥胖 当内脏脂肪面积小于100平方厘米时 就判定为皮下脂肪型肥胖 内脏脂肪型肥胖 是指脂肪主要蓄积在 肠管周围的肠肩膜 而在腹部的皮下脂肪是很少的 皮下脂肪型肥胖是相反的 内脏脂肪蓄积不多 但皮下脂肪的部分比较丰厚 还需要注意的是 内脏脂肪和脂肪肝不是一回事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而需要进行肥胖治疗的 恰恰是内脏脂肪型的肥胖 从而达到预防生活习惯病的发生 那为什么两种不同类型的肥胖 一种可以带来健康隐患 而另一种却不会呢 敬请期待下一期的视频 脂肪细胞的值和量的异常 如果你受益于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并转发给需要的家人和朋友们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